突然 小鱼觉得窗外好像有人在看她 她慢慢地把头转向窗子 窗外漆黑一片 一个女人的脸突然出现在窗外 她的头发遮住了大半的脸 小鱼看不清她的样子 只觉得她的头发好黑 好密 我要是能有她那样的头发该多好 刚说完这句话小鱼就后悔了 我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再看窗外 那女人不见了 小鱼心想 是我看错了吧 这是二楼啊 回过头来再看镜子 小鱼吓了一跳 镜子中的人是我吗 但我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头发都梳到前面了 小鱼突然感觉到 那镜子里的人不是她 是那个女人 也就是那个梳头而招来的鬼 这时 那个女人抬起头 小鱼终于能看到她的脸了 她的脸和小鱼的脸一模一样 来吧 我们来梳头 她的声音从镜子里传来 准确地说 小鱼不是听到的 她的声音直接传到小鱼的脑子里 小鱼顺从她的意思 开始梳头 这个顺从只是小鱼的手 小鱼意念告诉自己 不要听她的 不要信她的 头发有点长 还有点乱 剪一剪吧 这时候镜子开始脱离小鱼的手 慢慢变大 从里面飞出来一把剪子 落在了小鱼手上 好像是有点长 剪就剪吧 小鱼拿着剪子 对着镜子剪起了头发 头发断了 从里面竟流出血来 顺着头发流到了小鱼的脸上 小鱼感觉她的血好滑 就像她的头发一样 小鱼忍不住 用舌头舔了一下 没想到自己的血是那样的凉 而小鱼此时 竟觉得这样好有意思 血流的越多 她越高兴 她左手拿着梳子 右手用剪子剪着梳过的头发 血很快地流了小鱼一脸 此时的小鱼 已完全受了镜中人的摆布了 小鱼坐得稍靠右了一点 右边的头发看不到 她便往左挪动了一点 一不小心一下子摔倒了 手中的剪子和梳子也甩了出去 小鱼突然回过神来 她自己的意识又回来了 我这是在做什么 我不是不信有鬼吗 怎么受了鬼的摆布 快拿起梳子拿起来 不 我不要拿梳子 我不要梳头 小鱼歇死底里般的大喊 小鱼知道 一旦她拿起梳子 她又得受她的摆布了 你以为你不拿回梳子 你就死不了吗 是的 我不信这世上有鬼 我不要受你摆布 我不要死 小鱼 你坚持住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要听她的话 终于 小鱼醒了 这是三天后的事了 她的三个室友在旁边看护着她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了 最要感谢的是小江 她在小鱼刚晕倒的时候 冲了进来 她证明了这些怪异的事与小鱼无关 那天 她听了小鱼的话后 便相信小鱼说的是真的 尽管小鱼没拿出证据来 那几天 她就到图书馆去找小鱼说的那本书 我找了六天 都没找到 你出事那天 我在图书馆里 找到了一本很老的校刊 上面有一篇相关的文章 说是若干年前 我像有一个女生 她有一头很长很好的头发 后来 她得了一种病 使她的头发慢慢的都掉了 从此她便恨那些 头发又长又密的人 不久 她就死了 她死后这些怨气便集在一起 每当半夜时有人梳头 她的怨气便会来找那个人 可是阿梦和我都没有死呀 因为 来找你的不是鬼 是怨气 你越相信它的存在 这种气就会越厉害 如果你不相信它 这怨气的力量就会减少 你和阿梦都不信鬼 所以就没死了 如果你再见到它 最好的方法就是扔掉梳子 更不要看镜子 小鱼心里想 要是那时我能扔掉梳子不就好了 突然小鱼又想到了什么 便问道 那阿梦为什么记不起那天的事了呢 那 那可能是阿梦的意志力没你强吧 阿梦初试那天 是你帮阿梦赶走那女人的 而三天前 是你靠自己的力量赶走了她 看着小江内认真的样子 小鱼忍不住笑了 本来一些谜就很难解开的 她也不想再去追究了 其实小鱼还要谢谢那个女人 要不是她 小鱼的室友们 还相信她是能带来不幸的人呢 而现在他们已是患难的朋友了 天啊 我睡着了 今天是小江的生日 说好大家要happy一夜的 可我在寝室里居然睡着了 小鱼赶紧拿出镜子和梳子开始梳头 小鱼的手机告诉她 现在是午夜12点了 小鱼赶紧拿出镜子和梳子